中國香港電競總會昨天發聲明 指於週日的AESF亞運徵徒Dota2 中國對中國香港的賽事中 一名香港選手因遊戲名稱中包含敏感字眼 被取消參與亞運徵徒資格及停賽三年 被停賽的是香港電競選手林奇龍 他在遊戲中使用遊戲名稱EasyDL光復 就此中國香港電競總會分別於16日 和昨天發出兩份的聲明 指選手已經被取消資格和禁止該選手 日後參加亞運徵徒的參賽資格 並澄清選手的個人言論及行為 與總會無關 對選手失去資格表示遺憾 總會昨天再發聲明 指對該選手會再追加懲處 由即日起停賽三年 期間禁止該選手參加 任何由總會輪選的電競代表隊參與的賽事 同時保留追究該選手違反選手合約的權利 又稱這是必要的措施 以維護整個賽事的公平性和遵守競賽道德 只在國際賽事中 非競技因素和個人情緒應該被排除在外 保持競爭的純粹性 有消息指賽前由於中國隊提出抗議 賽事立即被終止 但賽事直播片段顯示有如常進行比賽 事件惹來不少網民的熱議 對中國香港電競總會的決定大感不滿 亞運徵徒是由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與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共同發起的 亞洲電子體育官方賽事 共有29個國家和地區參與 而亞洲電子體育聯合會的主席為霍啟剛